嗨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胡老闆 今天我們要幹嘛 今天我們要帶大家上路來測試一下 全新的FSD Beta 10.12.2 那這次這個FSD Beta是 他們說是一個蠻大的一個 算是更新 主要也是因為在車子的判斷上頭 以他的邏輯還有很多 並且整體上來想就是非常大的跳躍 那我自己實際已經開了幾天的情況下 我就覺得真的是有這回事 只不過有一些地方呢 可能是比較突兀一點 就是他可能剎車會踩的比較深 加速會踩的比較緊 就是比較用力 但就是感覺到說 他是比較有信心的在開車 那我們今天主要是給大家看一下 他的更新的狀況 並且我們來比較一下 我們之前有在一個社區上 用FSD Beta 之前的版本 FSD Beta 開的路 那同樣的這一條路呢 如果我們改到新的這個軟體 版本呢 它有沒有什麼差別哦 那我們先從那個 Release Notes 開始看吧 Release Notes 這次呢 這個FSD Beta 10.12.2 就是最新版本這個在這裡 是2022.12.3.20 簡單來說這裡頭呢 它的軟體更新的這個資料呢 就是主要是針對車子的這個 判斷力的提升了不少 並且呢 它的車子可以看得更遠啊 然後呢 它的判斷會更準確 它不會有點像感覺說 好像一直在那邊猶豫不絕哦 我們之前呢 在某些情況下 它是會有一些猶豫 或者是反應速度比較慢 那現在基本上全部都提升了啦 那另外一個比較大的 我覺得有一些改變 就是它在一些 視覺上頭哦 就是螢幕上視覺上頭的一些顏色啊 一些那個 地上的線的畫法 燈之內有一些改變 比方說 車子呢 現在在螢幕上頭的顏色 會變成更深更明顯 那另外一個是 你如果路邊的車子停的 如果是它的車門是開的時候 也會顯示在那個螢幕上頭哦 那另外一個比較大一點 我個人覺得就是 比較大的重要更新是 它的最高時速呢 從每小時80英里 提升到85英里哦 就是針對你在用輔助自動駕駛 或者車道維持的時候呢 它的速度提高了哦 那其他的軟體更新 包括這邊下頭的這個 Menu Bar呢 你可以自己去那個去改哦 然後以及還有一些 其他的小孩子的鎖啊 的那個方 那個改的方法 以及還有呢 在軟體上頭的更新 並且增加了一個新的那個語言哦 就是Turkish 土耳其文哦 這個是 Merhaba 對不對 如果唸錯的話不好意思哦 在上頭哦 整體上來說 它最主要更新就是很多是軟體的這個提升 只不過 這個東西呢 我個人覺得 你一定要每天去用 然後實際去使用你 才能比較可以感覺到它的差別哦 如果 等一下如果大家看影片上頭沒有感覺到 太太多差異的話 也不用太擔心 因為 真的說真的 這種軟體你要 你要去明顯的凸顯出來的話 你一定要實際在車上 你可以才可以感覺到可能車子的 反應啊 以及它的速度的改變哦 好 那我們就 上路吧 OK 我們現在基本上設定了 跟上次的 有一個影片裡頭 同樣一條路線了 然後我們現在一樣就是 讓車子 準備自己走 那因為現在是停車的狀態呢 它 太近了 所以我給它一點空間 我們再出發 好 應該OK了 好 我們就準備等它 方向盤OK嗎 有了 大家看到這裡哦 那我們就讓它開始 一樣哦 今天的設定基本上就是盡量控制在速線 速線以內 然後並且讓它自己去做判斷做決定 像 這個右轉呢 它就跟之前一樣 也沒有 不是 跟之前不一樣 它其實比較順 它沒有是好像慢慢慢慢慢慢前進 它基本上看好了 準了 OK 它就 它就轉了 那大家可以看到 明顯呢 路上的那個畫的車子啊 等等之類 很多是 比較準確 比較明顯哦 而且剛剛 其實路邊也有個人在走 他也會把它畫上來哦 那整體螢幕 我給大家看一下 它基本上呢 你可能感覺不出來很明顯的差異 但是它有一些些微微的差別啦 主要還要針對 那車子的顏色 以及車子的大小 還有燈子之類 它有做很多更新哦 你剛剛是人也畫出來 你看 這麼圓車子 它現在也有慢慢也有畫出來 所以是蠻明顯的 而且車子的顏色 大家應該如果有注意到 明顯的已經變深了 之前是一個比較灰色 比較偏灰色 現在是有點深黑 深灰色 然後車子呢 藍色的 好 那我們繼續讓它開 而已 啊 好 轉 懶悶 左轉我記得之前也沒有說特別順 現在還是有一點點左搖搖右搖搖 但是好像比之前好一些 好像這個右轉 我覺得我們之前在這一塊比較有一些問題 我們來看它有沒有辦法比較好的解決 還是有一點慢 我是希望它會再快一點 對你看它這個方向盤有的時候好像你感覺 你看它有些時候還是會抖 但這個左轉好快 之前我知道那個左轉都有問題 那個左轉剛好快 這邊加速不需要加速這麼快嗎 哎呦喂呀小屁孩 整體上還是我 大家剛剛有沒有看到說 它在某些情況的時候 它非常 應該說是非常 非常有自信的時候 哇它就開得很快 之前的話它是好像就是 非常非常猶豫 有點比較膽小 那下面就是說它可能覺得說 OK了 就衝出去 那你有些時候你如果設定沒有注意啊 或者是怎麼樣的情況下 你可能就會覺得說 哇它怎麼突然一下 加速那麼快會讓你嚇到喔 那我在這邊呢 在這邊強調是說 我的設定裡頭 它是比較就是算是 aggressive 就是比較 assertive 就是有自信的開車 所以相對來說它會比較明顯一點的 有自信在那邊 哇 好像踩油門啊 跟那個 踩電門喔 跟加速喔 還有轉彎喔 所以呢 不知道大家剛剛有沒有突然一下 也有一點點被嚇到 但整體上來說呢 它真的是跟以前 不一樣的是 它沒有像以前就是 好像常常在轉彎的時候 或怎麼樣 會等很久 或者一直猶豫不決 然後慢慢慢慢往前 它基本上好像 現在的判斷就是 它只要判斷到了 OK了 它就 就出去了 我覺得這一點是 在現階段這個軟體 真的是越來越成熟 那當然呢 以我現在的感覺是 這個東西呢 還是需要一點時間 它並不能完全全是 給全部人去使用 不過大家 你如果是處於一個 測試心態 或者是 對這個 軟體 想要 做一點 使用的測試的話 你很非常歡迎 就是 你如果在附近的話 想要體驗的話 可以跟我聯絡 或者是 你如果已經有買FSD Beta FSD的人 但是還沒有加入FSD Program 你也可以嘗試說去考試 並且加入 我 昨天晚上 又有新的一批 朋友們已經收到全新的FSD Beta 所以 Tesla也會陸陸續續一直在家人上來 所以大家如果想體驗的 真的可以嘗試看看 好了 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這裡 大家如果有什麼問題的話 歡迎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歡迎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一一幫大家回答 你對FSD Beta現階段的感覺如何呢 也歡迎在下頭分享一下 那當然啦 這個我們大家就理性討論 因為這個東西再怎麼樣是 走在科技的尖端的時候 一定會有一些小插曲 但是大家以一個客觀的角度來看 我覺得 這個東西真的是 以現階段的科技跟技術 真的是非常非常厲害 好啦 那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這裡 大家有什麼問題的話 歡迎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那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按讚訂閱按下小鈴鐺 以及把我的影片分享出去喔 那我是胡老闆 我們下次見囉 拜拜 哈哈哈哈 這個呢 情況就是FSD Peta判斷錯誤的時候 我已經停到車庫裡頭了 結果他以為旁邊有一部大卡車 然後再過去有兩部車 可是車庫裡頭只有我左邊那一部車 哈哈哈 這是蠻好笑的東西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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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